大家接近尾仙 如果您想玩水 现在告诉您多了新的去处 台北熊镇水乐园 今天展开为期九天的快选活动 这刺激程度是更胜以往 您看有这七十米长的快速滑水道 还有十公尺高的天空滑水道 让大小朋友嗨翻天 泡在水里全身透新凉 泳衣游泳圈拿出来 输人不输阵 准备来一场枪林淡雨 想来点刺激这里也有 来到熊镇水乐园就不得不体验 这个超级巨型十公尺高的巨型滑水道 让你体验从高处一坠而下的快感 熊镇水乐园不只让你全身清凉消暑 更可以让你惊声尖叫 三层楼高的滑水道有如自由落体 对 喜欢玩水 对 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染疫了 所以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无敌猩猩 所以就想要带他们出来玩一下水 很好玩 然后流下来超快咻就到了 非常快突然会碰起来又下去 不只超高还要超长 其实公尺长的滑水道也是一大卖点 天气真的太热 周日开始受热带大陆气团边缘影响 北部东半部将出现38度以上极端高温 有机会挑战今年最高温 今天针对于东半部地区 还有大台北地区 都是有发高温讯息的一个区域 东重谷甚至有极端高温 38度左右的这个温度 今夏高温炎热 全台雨量都少 基隆更创下五年降雨行低记录 包含新山水库 南投物赦水库 以及台南增稳水库 蓄水率都不到五成 恐怕会有缺水干旱危机 就期待能有台风带来雨水解旱情 低气压的发展 预计目前的位置 是在北律宾东方的海面 距离台湾大概还有1000公里 台湾东南方扰动酝酿中 目前预估成台几率 虽然低于50% 但夏日高温加上水晴拉近暴 恐怕真的只能等台风报道 缓解旱情 接着黄志杰张成燕台北 采访报道 明镜尔特首作与注写 明镜尔特首 er曉照 明镜尔特首 明镜尔特首